第267章 五位龙头 叶寒 我会记住你的 冯冰平静地看了叶寒一眼 走出了办公室 不过他那看似平静的眼神中 却有着疯狂的杀戮力量在释放出来 这是一个报复心里很强的狼 但他伪装得很好 看着离开的冯冰 周远叹了一口气 叶寒最终还是和冯冰走到了对立面 这是他最不想看到的 所以他这段时间才和冯冰周旋 希望可以靠他自己解除这门侵蚀 不要再给叶寒增加敌人 但是最终还是没有避开 叶寒和冯冰走到了对立面 正所谓该来的总会来 想必是避不开的 怎么了 你不会是想把那个家伙留下来吧 叶寒一把将周远抱在自己怀里 狠狠地在他屁股上拍了一巴掌 你做死的 周远瞪了他一眼 说道 这冯冰的家族在北方有一定的影响力 原本我不想看到你们走到对立面 可惜事与愿违 叶寒说道 你说的冯家我也了解过 商业性家族而已 连血手堂这样的恶势力我都不怕他们 难道还会怕了这冯家吗 你想的太简单了 周远摇摇头说道 如果只是一个冯家我倒是不会委屈求全 据我所知 这冯冰有一个很强大的义父 好像叫草原王什么的 总之很有实力 在北方很少有人敢招惹 草原王 叶寒的眼神一冷 他听说过这个人 蒙古那边最有实力 最强大的一个人 传闻这草原王在内蒙那边 就是神一般的存在 称霸河北 山西 内蒙 而且他手底下有十三个义子 每一个都十分厉害 让叶寒没有料到的是 这冯冰竟然就是草原王的十三个义子之一 难怪会是一个高手 没事 天塌了 有你老公顶着了 不要想太多了 叶寒握着周远的手笑道 不过未来老丈人那边看来 咱们得抽个时间去走一走 不然 我这座女婿的名不正言不顺啊 你现在才知道啊 周远白了这家伙一眼 说道 这事过段时间再说吧 等公司走上正规了 咱们就去 现在这里我还走不开 成 听你的 叶寒点点头 随后他看着周远那火热的郊区 斜斜一笑 说道 远 咱们多久没在一起了 坏蛋 你想干嘛 这是公司了 嘿嘿 都一样 不过叶寒还是先把办公室的门 给反锁了起来 不然等下又进来一个不敲门的家伙 那就真球大了 三个小时之后 叶寒才从周远的办公室里面走出来 不过一出来 叶寒就和莫叔碰了个面对面 这女人手上拿着文件 应该是去找周远的 三个小时才完事 你怎么不去做押啊 莫叔红着脸看了他一眼 推门走进了办公室里面 其实他刚才已经来了好几次了 虽然办公室的隔音效果还不错 但他还是听到那种声音了 我去做押 难道你不觉得太去财了吗 叶寒笑了笑 然后离开了周远的公司 返回学校 日子就这样平静地过去了三天 这一天 叶寒接到了周烈打过来的电话 华东地下世界的人 终于扛不住血手堂和天宗慧 这两个庞然大物了 他们已经把求助之手放在了叶寒这里 所以几个代表人物来到了山海市 挂断电话 叶寒笑了笑 自言自语地说道 看来血手堂和天宗慧之间的较量 已经越来越激烈了 这些人夹缝求生的日子也不好过啊 该我参与进去的时候到了 离开学校之后 叶寒就来到了夜市医馆 这些代表人物已经在医馆的院子里面等着他了 陪同的是周烈和孙不灭两人 柳宗元依旧在给人看病 不该问的他不会问 对于他来说 医术才是最重要 叶先生 医馆的院子里面 见到叶寒走进来 共有五个人纷纷站了起来 这五个人一派舞者作风 纷纷对着叶寒抱拳喊道 称呼一声先生 可见这些人把叶寒当作了同辈看待 丝毫没有摆出长辈的架子 这五个人分别代表了江浙省 建福省 东山省 徽安省 苏江省 这五个地下势力 呵呵 各位 抱歉 我来晚了 叶寒同样对着这五人抱了抱拳 然后请大家坐下 笑着问道 几位都是我华东地下世界的大人物 事务繁忙 不知今天来到寒舍找我所为何事啊 叶先生 我是江浙何耀宗 这四位分别是建福林长寿 东山白爷 徽安铁娘子 苏江江五爷 今天我们五位前来 是想请叶先生出面 主持我华东地下世界的大局 说话的是江浙地下势力龙头 何耀宗 五十岁左右 当初 阿军就是他手底下的第一号猛人 文言 叶寒笑道 五位龙头太抬举我了 我不过是一个晚辈 主持华东地下世界大局 这份重任我可背不起 更何况 华东地下世界一直以来都是血手堂掌控着 我如果参与进去 岂不是和血手堂为敌 在下身子骨太小 只怕扛不起来 叶先生说笑了 何耀宗说道 如今这华东地下世界乱成一锅粥 能站出来主持大局之人 也唯有叶先生你了 眼下血手堂和天宗会厮杀的极为厉害 让我华东地下世界秩序大乱 人人自危 论声望 论实力 现在能担当重任之人 只有叶先生你 所以 我们五人恳请叶先生站出来主持大局 如果叶先生站出来主持大局 我们五个人绝对会站出来支持叶先生 何先生说得不错 叶先生 请你千万不要推辞 剑福林长寿说道 叶先生 你年轻有为 如果你不站出来主持大局 我们华东地下世界只怕就要大乱了 这样对先生来说也没有好处 现在只要先生站出来高呼一声 我们华东地下世界必定百应 叶寒笑道 据我所知 眼下血手堂和天宗会两家斗得热火朝天 不过这是他们两家的事情 正所谓看热闹的不怕是大 咱们看看热闹而已 想来应该还影响不了几位吧 叶先生